国务院新闻办14号发表 新疆各民族平等权利的保障白皮书 白皮书介绍 70多年来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 坚持依法治疆 团结稳疆 文化润疆 富民新疆 长期建疆 新疆人权事业不断得到新的发展和进步 白皮书指出 新疆有效保障生命权 尊重保护自由权 切实维护公正审判权 新疆各民族具有平等的地位 共同参与国家事务 各民族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 共同开发建设 共享幸福生活 新疆高度重视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 挖掘传承和保护 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切实保障公民受教育权 白皮书介绍 新疆建立了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促进妇女儿童事业稳步发展 新疆坚持保护合法 制止非法 遏制极端 抵御渗透 打击犯罪的原则 正常宗教活动依法受到保护 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 得到有效保障 不断提升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 使用斗志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 打击地